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税务小精灵 今天由我来告诉大家电子税务局的相关知识 河南省电子税务局的下载及安装 打开IE,在搜索栏中搜索关键字 河南省税务局 并进入河南省税务局官网 在纳税服务中,选择资料下载 点击河南省电子税务局客户端 下载安装电子税务局客户端 安装完成后就可以打开登录界面了 新企业税务登记 新办企业办理完工商登记后 要办理税务登记 往后才可以顺利登录电子税务局系统哦 打开电子税务局 点击公众服务 一照一马户登记信息确认 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身份证号 法人手机号 进行首次办税补录 将相关信息填写完整并提交 待税务机关一到两个工作日的审核 便可完成税务登记了 如何登录电子税务局 现在软件也下好了 登记也完成了 现在可以登录了 我以短信登录为例 首先填写账号 账号就是公司税号 然后输入密码 首次登录时填写初始密码 大写字母A 小写字母A 和税号后八位 登录后必须修改密码 新密码至少包含一个大写字母 一个小写字母和六个数字 选择办税人及手机号 点击获取验证码 将手机接收的验证码输入 便可以成功登录了 如何变更税务登记呢 点击屏幕右上角 我要办税 在搜索框中 查询您要办理的业务 输入变更关键字 搜索找到变更税务登记 选择其中的变更类型 输入变更后内容 点击保存并提交 耐心等待税务机关审核 便打工告成了 可是如果提交按钮为灰色 还需要您点击资料采集按钮 补充您缺失的资料 如果电子发票用完了 该怎么办呀 嘿嘿 这里可以通过搜索 电子发票领用 来申请电子发票 然后选择发票类别 输入数量 点击保存并提交 然后进入开票软件中的 发票库存管理 点击网上申领发票 点击领用 当电子发票信息 在发票软件库存中显示 就可以正常开具发票了 第一次来领用的小伙伴 还需要在资料采集里 上传营业执照复印件 和购票员身份证复印件 等待审核才可以操作 哈哈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来介绍下 纳税申报扣款的操作 登陆电子税务局 点击右上角 我的信息 税务种认定信息 可以查询公司税费种认定情况 以及本期应申报税种信息 点击我要办税 税费申报及缴纳 点击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中的 第一个表格增值税申报表 来进行相应填写 如果您是小规模纳税人的小伙伴 需要注意了 本季度开具的普票 不含税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 要填写到11行 未打起征点销售额 如本季度开具的普票 不含税销售额超过30万元 只填写到第一行 如果开具的 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话 就填到申报表第二行就可以了 如果您是一般纳税人的小伙伴 注意了 除了填写第一个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还需要依次填写 附列资料 一 二 三 四 以及减免税表 附列资料 一 填写公司销售数据 依次填写13% 9% 6%等栏次的金额 税额 如果通过税控系统 开具的发票数据 会自动显示到相应栏次 如果本期有未开发票收入等 需手工填写后 点击保存 附列资料二 填写公司的进项数据 附列资料二 可以自动提取到 公司认证发票的金额税额 显示到 一 二 十二 三十五行 如果公司有交通运输车票发票 需要抵扣的话 分别填在第八币 十行 写完后 可累积到十二行 本期应抵扣增值税 附列资料三 填写公司 应税服务销售金额税额 有服务及应税货物的 混淫企业的需要填写 仅销售货物的公司 可以不填 附列资料四 是填写公司减免税的情况 第一行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 及技术维护费 如果本期缴纳 有相应费用 填写至 本期发生额 如本期有抵减 在本期实际抵减额处填写 如发生金额 不需要抵减 此处便不用填写 减免税申报表 反映本期减免的税额 点击增加相应的国家政策 便可填写相应金额 填写完 点击保存 注意 如本期无减免 需要空表保存哟 以上填写保存完毕后 所有相应的数据 都会传送至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主表 公司的会计 就可以来检查数据 无误后 就可以申报了 申报完后 再进行附加税 企业所得税 印花税 财务报表 等报表申报 顺序您都记住了吗